在上个影片内已经向大家介绍SCP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容 如果你还没看过上一个影片 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 那么我们继续影片歌 著名的SCP 在上个影片内已经向大家介绍SCP的来龙去脉以及内容 不过SCP内拥有高达5000件作品 接下来介绍大家比较著名的SCP SCP-048被诅咒的号码 SCP工作人员长期以来认为SCP-048是个受诅咒的SCP编号 任何被授予该编号的项目都会被毁 被停用被盗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再为基金会所有 且一般并非由于任何特定个人的疏失所致 被分配给SCP-048的人员的变动率有死亡 断支和纪律处分等原因而比平均水平高50% 数字048是否确实有超自然特性仍不得而知 但鉴于围绕该数字的迷信 所以该编号已被从目录中移除 已维持氏气 SCP-055 未知 SCP-055的等级被归类于Cata 即代表此SCP即难去持续或确实地收容 SCP-055是一个自我保守的秘密或者逆魔音 关于SCP-055的信息 比如它的物理外观 以及本质 行为 和起源都是独立分类的 阐明如下 SCP-055在何时被何人所获释未知的 物理外观未知 但它并非无法形容或不可见 人们可以很正常地观察它 书写笔记或记忆于心 画草图 拍照 甚至录音或录像 工作人员观察完毕 并要离开时 所记起来的画面都会被莫名地删除 其他工作人员以及博士都无法清楚解释这个情况 所以才把它命名为未知 SCP-076 亚伯 SCP-076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岩石立方体SCP-0761 以及存在其中的人形个体SCP-0762 SCP-0761是一个三米长 由黑色斑点变质岩形成的正方体 岩石立方体的表面都被深深地雕刻了 为与已知文明对应的图案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分析 该物体已存在约一万年左右 SCP-0762像是一个精瘦的男性闪米特人 接近30岁 黑发、灰童、橄榄色皮肤 身上拥有大量描述灰色玄傲的图像的纹身 大多为逆视者的恶魔般的脸的形式 SCP-0762偶尔会苏醒 有效的复活 完成所有维持人类存活所需的关键过程 复活后在接触存活中的人类之后 SCP-0762会进入狂暴状态 并试图与接触到的任何人类战斗在将其杀死 只有对象的死亡才能有效结束其狂暴行为 该对象在1968年1月30日发现于红海海岸 当时它正发出暗淡的蓝光 为名不已 项目SCP-093置于 管控单元的一面银镜上 镜子安装在0.3×0.23米的基座上 管控单元等级不可低于一级 且不得将对象置于红木、松木、樱桃木、铝合金基座上 SCP-166魅魔少女 SCP-166于年 月日被从英国科恩威尔地区的一所女修道院回收 SCP-166外观上看是一名大约16-18岁的女性人类 中等身材体型苗条 她是被一名没什么特征的人送来的 她声称她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古老生物的后代 并提供了照料她的方法 截至目前为止寻找 她母亲的尝试都已失败告终 即使最轻柔的衣物也会在穿上后45分钟以内 引起她的肌肤溃疡类似乳疮疮 网出于健康考虑SCP-166被允许保持裸体 并且男性员工被禁止观看或接近SCP-166 SCP-166仅需每周摄取1毫升的新鲜男性精益 且通过口服的方式摄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